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了 你不是有话对我说吗 你不要放弃秦岩飞的项目 我知道你很想帮秦岩飞 但是凡事都要用证据说话 他没有抄袭 我会找到证据的 这个事情公司会去查的 但张雪莹先发制人 公众心里面 已经有了一个 秦燕妃抄袭的偏见 人的偏见很难改变 你也知道 乐盟不会用污点艺人 更别说污点作品了 秦燕妃没有污点 而且既然是偏见 就一定说明 他们的看法有问题 我们应该及时扭转 你 你还笑 笑什么 莉莉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丫鬟完结 这么多年之后 张雪莹才跳出来 那谁知道 她打什么算盘 因为丫鬟要改变成 影视作品 正是名利双收的好时候 她现在跳出来 无非就是为了钱 如果公司继续 这个项目的话 她肯定不会 轻易罢休的 想要钱 那就给她就好了 给她不就变相地证明 秦燕妃抄袭吗 那怎么办 我知道你相信 她是清白的 那你就要帮她洗脱冤屈 证明给她加卡 洗清 冤屈 什么意思 这件事情很棘手 但是我觉得 这是一个磨练你 和来整理的好机会 我给你们三天时间 如果三天之内 你们能证明秦燕妃是清白的 那么合约继续 如果没有结果的话 那么公司就会和她 解除合约 你放心 三天时间 我们一定找到证据 证明她的清白 爱情业